好 再过三个礼拜过年了 台北市年货大街这个礼拜六就要开跑 但是呢这个年节气氛比起过去好像冷清了不少 年货大街里面大概500多个摊位 只出租了三分之二 所以还有一百多个就空的吗 业者担心租不出去到时候该怎么做生意呢 但是也有店家很有信心说 今年的活动延长四天 业绩一定会再成长的一两成 趁着好天气工作人员赶工搭棚架 台北市年货大街11号即将开跑 只是相较以往的热闹气氛 今年似乎冷清许多 年货大街里头大约500个摊位 目前只出租三分之二 剩下将近100个摊位空荡荡 今年也比较反常 因为往年大概两三个月前都已经 摊位都已经租出去了 尤其是这个地段 从来没有说到现在还在贴单子 店家很着急 明明是精华地段 但没人租摊位 生意该怎么做 前一阵子吃什么都不安心 该市跟景气有关 现在就是买的人少 都是那种吃吃的比较多 有店家担心景气破坏商机 不过也有店家信心满满 因为今年活动延长四天 预估上门的消费者 会比以往多了25% 多四天大概会成长一到两成 以天数来讲的话 时间越长的话 消费者来购买的人数也会比较多 当然景气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景气是不好 我们仍然会希望 就是说大家在那景孤带的同时 也能够过个好年 2013年年获得原 低花商圈预估2014年业绩 还会成长到15亿 只是物价直进上涨 这包够不够买 记者黄明君离官市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